那所以我們已經講到這個脈的重要性了 我們還其實可以談一談說 其實這個脈本身呢 它是 我們的人體其實不是我們只是這個人體的形狀 就是這樣子的形式 不是說有血管啊 有不一樣的脹氣啊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那個脈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一項 就是我們的身體的一部分吧 不過這一部分呢 在我們的就是西醫來看就是我們的物 就是說物質身體呢 它沒有辦法找到它 它沒有辦法說那一條線 那一條這個是這跟這脈 像血管一樣 我可以拿到我的手上這樣子拎著 它其實是在於說 我們要理解說我們現在這個身體啊 其實是 不是只是有物質的這個身體 在這裡而已 其實它很微妙的 因為我們的人體只能 我們的眼睛只能看到這個物體而已 其實它會發出不一樣的灰光 或者是說有一些能量的釋放 你可以感覺說熱或者是一個人的人 這個是一個溫度的東西 其實它還有一個無形的就是 其實是有形 只是我們看不到 然後我是比較想要講說它其實是有形 只不過是說 你就是拿不出來給你看 那你可以假設說一個人體呢 它本身呢 其實就好像有一點像說 不一樣的脈就是不一樣 好像電線一樣 它其實它還挺複雜的線在外面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樣子 你看那個穴道呢 它不是有一個走形嗎 那比如說是 什麼乾晶啊 或者是說 什麼 不一樣的經絡吧 然後經絡的那個線呢 都是走在一個 好像 其實它不是平面 它不是貼著我的面 你的皮膚 它其實有時候很深 有時候很淺 它就是 有時候是在皮膚的 比如說 那麼深啊 或者是更深的地方 那有一些 賣的圖呢 你會發現說奇怪 好像有的 好像從那邊出去 然後就 就 就不見了 然後就 就 就再回來 它好像又不是那麼 好看 就是好像 尤其是上面的 尤其到 有一個穴 就是有一個脈 是到這上面 然後到這邊 然後到這邊 然後再上去 然後 看起來不是那麼 那麼清楚吧 其實它 就是 建於在別的空間 我們這個空間跟 更 不一樣的空間吧 的 的 就是 in between 就是 照我們的這個空間 就是 你可以畫得出來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在接接著的 所以說 12個脈呢 你會感覺好像他們都沒有沒有接著嗎 其實是有接的 只不過是不是在我們這個空間 畫也畫不出來 它也不是說一個電線 然後就是從這邊 然後再接這個 它不是 因為不是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面 它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也不是說在我的旁邊 但是 它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人體很複雜 我只能說 它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但是呢 畫也畫不出來 所以說 這個12個脈呢 跟任督 任督二脈就是我們的這個中間 這個前面跟後面 一個叫做人脈 一個叫都脈 他們的聯繫呢 他們的運行呢 他們的走向呢 把我們的這個人的這個契機啊 給 就是說 我們活著其實因為他們的工作 這樣子講的最簡單一點 因為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運行非常順 所以我們這個人呢 就是健康 然後 如果有一些問題呢 也就是因為他這個脈呢 跟 跟我們看不到的一些物質 他們的不一樣的聯繫 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那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好比說 我們 也有講到在玄學裡面 我們也剛才有講到說 這個命嘛 命運之學嘛 那其實我們在講命運的時候 我們也有講到業力 業力有分很多層嘛 什麼城市呢 就是 就是這個 群體的業力 在社會上的這個業力 還有呢 是 祖宗 這個父母給你的 就是傳承下來的 或是說給你 傳承下來的業力 還有呢 你自己個人的業力 那這三種業力呢 會影響到你的命運嘛 我們剛才 已經有談過這個的關係 那另外一種業力呢 尤其跟你自己自身的那個業力呢 也有關係的 就是 他會 有的是影響你的什麼 不一樣啦 婚姻或者是說 子女啊 或者是社會上的問題 有的業力是會影響你的身體 然後這個業力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道理說 我們人體呢 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結構 它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但是它也是一個真正的實體 那個實體呢 跟你的脈絡呢 有一些關係 也就是說 我們的脈 剛才也講得很清楚 它很重要 因為它工作的順利 我們身體也就健康了 但是呢 這些業力呢 它可能分別在各個你的那個空間 你的身體的結構的哪裡 它可能就是在哪一個脈 哪一個地方 所以說 所以說 如果很多的話呢 如果很多的話呢 那個業力很多的話呢 它真的是會影響你的脈絡的運行 然後 如果是 心經 如果是 這個 哪一個經絡 然後那不一樣的經絡管 不一樣的五張六幅 那可能就會 你就會容易得病啊 或者是說 什麼樣子的病啊 比如說 各種病都有可能 對不對 可能是 過敏啊 然後 就是說 心臟血管的問題啦 或者是 各種各種樣子的病都有可能 那 因為 這些物質 在你的 呃 身體的 這個 部位 也就是 在那個空間上 影響到 你 然後 那個空間 影響到 你的脈絡 然後 這個脈絡呢 久而久之呢 就會影響到 你看得到的 問題 它其實是 這個原因 所以說 我們知道 這個 玄學裡面的這個 醫術呢 其實是博大精神的 然而 這個 身體不像 我們想像的 那麼簡單 就是只有這個 血脈的運行而已 因為 了解了 你身體 其實 還有別的空間 的存在 所以說 這些 這些業力啊 這些 你的這個身體的影響 程度啊 其實都是一體的 就在這一門 這個 藝術的這個 學問裡面呢 我們其實 了解了 它的運行之後呢 也是讓我們 有一個機會去提高的 所以說 這個 藝術的這一門 學問呢 在玄學來講呢 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博大精神的 然而呢 我們 由於 不懂得 這個 我們自己的 一個 身體的 真正的 這個結構呢 我們 反而 不知道 為其 原因嘛 就是我們 的人 的 機能的 老化啦 或者是說 就是說 病啊 等等的問題啊 所以說 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生命呢 也就變成是限制於 我們 本身的這個 認知吧 我們認知的 醫學呢 就是在這個水平 所以說 我們沒有辦法 像說 像古人 他們說 他們的 非常長壽 五百年 一千年的這種 可能性 我們現在 還想說 有一點 不可思議 那 因為 我們其實 不是我們個人 想要怎麼樣 就怎麼樣 因為 其實我們剛才 有談到這個 業力嘛 有這個社會的 業力 跟這個 這個 這一方面 那這方面的 業力呢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 這個 世界 這個社會的 運行呢 其實也在 影響我們 能夠 就是 把我們的 這個 身體吧 保持到 什麼樣子的程度 也是有限的 就是說 有一個限度 我們沒有辦法 突破 那 因為也是包括 這個環境 還有包括 這個文化吧 現在 了解的文化 還有一些這種 習慣 現在的習慣 也是 因為這個 社會的 形成嘛 所以說 《皇帝內經》裡面 也有談到說 就是因為我們 人呢 生活沒辦法 節制 也因為不知道 陰陽五行的 法理 所以說 我們的 所謂的 精氣神吧 他沒有辦法去 發揮出來 他的 能力吧 然後呢 用一些 到一個 程度呢 他其實就已經開始 衰 衰退 也就是 生活沒有辦法 再 往上 的提高吧 所以說 不上 一定是往下 對不對 不進而退 那 所以說 我們的 現在 這種 人的這種 狀態呢 在這個社會呢 也就只能 保持在 這個狀態 那 跟古人 我講的古人 就是 五千年前的 就是像《皇帝內經》講的 那些古人 他們活得很久 然後 他其實在《皇帝內經》裡面 也有談到說 我們人 真正可以 活到幾歲 我們這個 人體的 這個 精氣神 是如何保持的 所以說 通過這個 醫術呢 這一門 學問呢 我們也學到了 很多關於 這個 中醫是如何 幫助我們人呢 然後來提高 我們自身的這個 就是生命的能力 好 我們今天就講那麼多了 好 我們下次再見